主播帶來關心 國民黨下午舉行中常會 正式通過提名 北市議員鍾小平 來參選中正萬華區的立委 立委 這也是台北市的 最後一區的立委提名 先前因為民調爭議 從六月中之後 一直被擱置 拖了兩個多月 不過現在黨中央是 確定拍板提名鍾小平 參選這一區立委 剛剛鍾小平本人 也有最新的回應 一起來聽聽看 當然等待了兩個多月 我們會急起直追 因為吳沛宜跟宇美人 都跑得很勤 我們基層的陸軍 還是要把它補回來 這第一個 然後反正是選舉 這個區 我們認為是有機會勝選的 我會全力以赴 這次的選舉 黨是一定要團結 殷小威這個同志 也謝謝他跟郭昭源的承讓 我們才有機會 承擔這個大任去選 然後就他的這個說法 我就先不予置評 好的 可以聽到鍾小平 是特別強調他自己的心情 可以說是苦盡甘來 另外他也說要去拜訪 這一區的其他議員 打電話可能還比較沒有誠意 因為在鍾正萬華 已經有多個里長表態 在里上掛布條說 拒絕鍾小平參選這一區立委 另外同個選區的 應小薇議員也揚言說 要報備參選 而且今天就會送出文件 不過剛剛黨中央是特別說明 因為單一選區沒有報備參選的問題 如果應小薇議員有提出文件 會再來審視這個文件 另外黨中央今天也公佈了 當時的內參民調 強調這個民調是經得起考驗的 以上信長最新情形 請把時間盡頭交換篷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